1月31日下午,安徽省人大召开新闻发布会,宣布安徽省12届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安徽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,并将于今年3月1日起正式实行。 这部条例的制定过程开创了多个第一,也堪称目前安徽省内最严的环境保护地方性法规,对于改善大气环境治理空气污染具有重大意义。 该条例从2014年3月起草,历经七轮修改完善,常委会三次审议,并经代表大会审议完善,最终以87.3%高票通过。 这也是8年来,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首次行使立法权。 据安徽省人大法治委员会相关人员介绍,条例首次明确提出,城市建设中要考虑大气流通及污染物消散。 大气污染防治立法,关系全局,关系长远,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,关系我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。 针对当前首法成本远远高于违法成本,行政管理主体执法不够有利的问题。 条例落实18届三中全会实行最严格损害赔偿制度,责任追究制度的要求,实行从严从重原则,用法律责任倒逼企业转型升级,达标排放。